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能想办法让自己受得轻些了 眼看着剑要落在路易的身上 突然间树林中响起了一声手冲的声音 随即便看见剑应声落在了地上 蓝叶被手冲所伤 剑惊吓回来恐怖是二人的对手便立刻逃走了 惊吓见状也没有去追便立刻回到了路易的身边 原来 出去剪树枝的惊吓 左思右想 只觉得不对劲 虽然说路易并非是一个完美的绅士 但是却也不是不体贴之人 线下天色有些黑 迷雾又刚刚退去 他怎么会让自己出去剪树枝呢 这一要求并不符合路易的性格 那么他为何要支开自己呢 惊吓想到自己入临时所吃的解毒药 貌似懂了 莫非他并没有吃药 中毒了吗 只是不想让自己看见他狼狈的样子 想到这里 惊吓有些恐慌 立刻抱着树枝往回走去 带他回去时 便看见一人攻击路易 他来不及多想 立刻拿出手冲 打中了那人的手臂 埋怨 惊吓赶走了攻击者 便立刻来到路易的身边 查看路易是否受伤 你没事吧 让我看看 路易略有些虚弱 得道 没事 他没有伤到我 惊吓见状 便知道和自己猜想的一样 路易并没有吃解药 中毒了 他略有些担忧地称怒道 你是不是中毒了 是不是没有吃解药 全部给我了 你怎么可以这样 这要是出事了 该如何是好 路易听出惊吓话中的紧张 笑了笑 问道 怎么 你担心我 惊吓见路易并不在意此事 生气道 我当然担心你 你若真的出事了 我该怎么和父亲母亲交代 路易盯着惊吓看了几眼 压低声音问道 你是怕没有办法和父亲母亲交代吗 你放心 我父母并非不讲理之人 就算我出事了 也不会怪在你的头上 惊吓见路易的神色之间 隐约有些不悦 这丝不会是误会了吧 怎么这样小心眼 不过 想到他将解药给了自己 而导致自己中毒 惊吓心又软了下来 笑呵呵地看着路易 软绵绵得道 我当然知道父亲和母亲的为人 知晓他们定不会怪罪于我 我主要不是担心你吗 若是你出事了 我还不得伤心死 路易听惊吓如此说 方才满意 进而安慰他道 我确实也是吃了解药 只是仅吃了一粒而已 没有想到这毒气如此的厉害 一粒解药竟然还中招了 惊吓俏皮地看着路易 问道 那你将剩下的解药全部给我了 莫非是觉得我功夫低 不能抵抗这毒气 路易傲娇得道 你说呢 今下不理会路易的调侃 而是转移话题道 那我们接下来做什么 是继续追捕蓝叶呢 还是先回去 路易身体略有些虚弱 哪里还走得动 不过傲娇如他 自然是不会对今下说出实情的 只是淡淡得道 我们今夜先在这里留宿吧 你去将树枝点燃些 免得一会冷 好的 遵命大人 今下故意将大人二字 喊得有些大声 语气之间略有些调侃的意味 路易不理会他 坐在旁边的石头上 开始闭目养神 暗暗调节自己的气息 教学 今下生了火 安安静静地坐在路易的旁边 看着他闭目眼神 正当他盯着他瞧的时候 突然间肚子不争气地 咕噜叫了起来 这个真的不愿今下 实在是和路易奔波一小天了 什么都没有吃 有些饿了 路易睁开眼睛 问道 你饿了 今下点了点头 随即又摇了摇头 道 还好 不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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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坚持 路易看着他别扭的小样子 笑了笑 道 我饿了 你打些野味吧 啊 今下再一次被路易的言辞给震惊了 什么 让我打野味 不是应该让男人承担这个任务吗 倒不是今下懒惰 只是眼下天已经黑了 他去哪里打野味 今下站起身来 手握着手冲 刚想往林子中走去 便听见路易道 天黑了 不许近邻 太危险了 那我去哪里打野味 你听 上天便有飞琴的叫声 你打下来便好 今下倒是听见了鸟叫声 可是 它哪里有那么高的水平 怎么可能会将鸟给打下来呢 算了 硬着头皮去做吧 他拿出了自己的手冲 听着鸟叫声 砰砰开了两枪 然而除了回响声 却没有丝毫的收获 今下尴尬地看了看路易 道 没瞄准 我再试一试 他又拿出手冲 砰砰两声 结果依旧如此 路易实在是受不了今下这枪法 无奈地站了起来 来到今下的身后 握住了他的手 替他瞄准空中物 路易的突然靠近 让今下的小心脏 砰砰乱跳起来 他哪里还有心思去瞄准 紧张得一动不敢动 路易的手掌略有些温热 他靠得特别的近 今下能够感觉到他的呼吸 弄得今下只觉得酥酥麻麻的 他将所有的关注力 都放在了路易的身上 只至于两只鸽子掉落下来 今下都没有发现 正当他傻傻的微冷时 路易早就放开了他的手 道 你将鸽子烤了吧 今下这才反应过来 立刻应声道 好